上期说到 由于我在巴黎几个月都租不到房 加上上期遇到了一家月租要1100欧的夜店风味蹦地房 所以心灵受到非常大的打击 加上富婆贵蜜一直耸恿我去城堡看看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逃离Paris这个伤心地去城堡当一个 再逃公主 经过一轮精密的讨论后 这天一大早我和城堡的甜品师们约到这里会合 本来是想给大家买个午餐 但这个价格 我确实有心想给大家买点吃的 但由于这个经济能力有限啊 我就只给自己买了个 大家带上一堆专业的工具后就正式出发了 但由于一车子坐吃的人完全没有考虑自己吃的问题 所以被迫但顺度地决定现在城堡附近一个叫 在小城解决午餐 下车后 哇 要给蓝哦 小桥流水 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这个城市其实是一个中世纪小镇 里面有很多古迹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这个 大教堂 它是法国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 颇有名气 这些玻璃花窗也净显气派 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讲英格里许的游客在朝圣 晚上局所还会散发出这种异世界的美 虽然教堂很气派哈 但对面的纪念商品就不太气派啦 除了一些旅行标配的冰箱贴外 啊这个石头还不错的哈 剩下的都是 都还巨型来的 也不能这样说 都是一些价格不菲的能量水晶 为了业务多元化 还开发出了盲盒服务 就是 超水晶 我是不会想这样当的 但作为一个不合格的韭菜 我是肯定不会被割的 结果午饭 就被割了 中午我们选择在一家 甜径且评分不错的餐厅用餐 有一个Plai du Jouks 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出于这个好奇心 我们在场三个人都点了这货 餐厅很贴心的 还送了我们创意的前菜小点心 但是我很喜欢的红豆一口下去 就有一种 菌里雾里的感觉 因为这红豆是咸的 还是加了橄榄油的红豆 非常有创意呢 然后我们的菜就上来了 哇 好大酱酱酱酱酱好酱啊 是法师那种鸡虾大杂会 现在我们看到是三人份的 非常yummy的感觉 但当我们平均分配后 除了蔬菜我就只分到了 啊 两只哈统跟白鸡虹 由于看出来我没吃饱 所以都饿着的大家 居然把最后一只鸡腿让给我了 为了冲鸡 大家把无限序的法官都站之炫完了 就是这21欧 居然吃出了 虫肝共苦的感觉 饭后因为时间不够 我们稍微逛了一下城市 买了个饭后甜品就去城堡了 没过多久就到了 诶 这个也太壮观了吧 之后的日子 我慢慢开始了在城堡的工作 当我第一天拿进这造把的时候 我的城堡生活就正式展开了 那我们下期继续 掰